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中国好朋友陈老师 中国有句古话说,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就在刚刚啊,中国将台积电等63家台湾企业 列入了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 让中国的小粉红又再一次的感动,激动,骄傲 认为我们的祖国啊,好棒棒 我们的中国台湾企业很牛逼 先来看一下比较理智的一些中国网友的看法 当然这是占绝少数的 有网友表示,然而我们上榜的80%都是国营企业 民营企业呢,不要再商务的留言了 很显然,这样的声音是中国不想看到的 所以说,少部分的声音即便再少也是最终还是被删除掉的 中国和外国区别就是一个赚全世界的钱 一个是赚国内的钱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原来台积电算我们的啊 上次不是看新闻说台积电制裁中国吗?搞晕了 绝大多数的中国网友,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小粉红 看看他们的留言是什么 那有网友就表示 中国台湾省好样的为国家争光 世界500强给你点赞 这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自我幻想 你的意想,你在自卫你知道吗? 还说什么中国台湾省好样的为国家争光 你不知道这个是你们列出来的表吗? 你有经过台湾同意吗? 你有经过台湾企业本身的同意吗? 也难怪这样的新闻出来导致很多小粉红精神搓乱 他以为这个台湾企业在为国家争光 殊不知是你们自己在搞的一个排行榜 自己把台湾的企业排进来 自己在那边暗爽 你知道吗? 还有网友表示 现在最难过的应该是台独吧 哈哈哈哈 毕竟台气为国家争光 很担心我们中国台气被台湾人抵制 不论你们台独怎样 台湾企业为国家增加排名已经是事实 如同台湾是中国的一样 抵制也没用 你看这样的讯息就跟刚刚的都是比较类似的 他们觉得台湾企业这个排名上去了 然后台湾企业作为他们认为的是中国的一份子 作为中国台湾省的企业为国家争光了 是中国之光 我看到这样的一则留言 我觉得这位小粉红 他不光是逻辑比较简单而已 而且他是根本就分不清楚台湾跟中国的现状 他认为台湾企业是怎么说 应该是一种自愿的加入到中国 因为他的认知里 那台湾本来就是中国嘛 那台湾企业自然就是中国的 台湾企业如今达到的这个成就 那自然而然也就是为中国增光 也就是台湾企业都在为中国去增加排名 但事实上就不是嘛 这是你们自己这个自我幻想啊 还说台湾企业为国增光 很担心我们中国台湾的企业被台湾人抵制 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10个国家 中国排名太让人意外 台湾省居然有这么多 就连我国的台湾省都有10个世界500强公司 着实让人惊讶 其中代表性产业就是能够生产 5纳米芯片的台积电滑手公司 主要集中在高科技电子领域 这也是祖国政策扶持的优秀成果 台湾省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也要感谢祖国的栽培和会台政策的扶持 哇这小朋友真的太自信了 这台湾企业的成就干你中国政府有屁事啊 当然你后面解释的是祖国的栽培 还有会台政策的扶持 如果会台政策真的这么重要的话 那你中国干嘛还要向全世界去买芯片 还要想要求台湾的芯片 那假如台湾的台积电 今天再一次的去限制中国 制裁中国 他不将他的芯片出口给中国 你们中国不就没有芯片吗 如果真的是中国的企业 那为什么人家还制裁你呢 如果真的是会台政策的扶持 跟祖国的栽培 现在就去栽培大陆的企业嘛 发展大陆的芯片呢 当然说你们不可能没有再栽培 你们一直是栽培 但是就是做的没有人家台湾好嘛 强行的把台湾的芯片 算入是中国的芯片嘛 那么这里也来一个音效吧 在疫情大黄金下 我觉得只有中国经济比较乐观稳定 中国台湾也因为依托大陆广阔的市场 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 不受疫情的影响 无论如何两岸发展 还要向大陆看齐 保持紧密的经贸合作 才能确保台湾人民继续享受发展的红利 你后面讲的只是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讲 因为无论如何这一点我是认同的 任何个地方 友善的友好的 互相的来往经贸合作 确实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 但是你在这里说台湾的发展 就是要享受大陆的发展红利 你的意思就是说 两个平等的一个经济体 另一方是要依靠一方的 然后才能发展起来 你这个就是一个谬论 那我相信 我跟全世界认同的是 两个平等尊重的经济体 他们互相的经贸往来 确实能够增加彼此互相之间的一个 有力的发展的经济空间 而不是说谁依靠谁 台湾依靠大陆才能发展起来 这是什么谬论呢 而且讲句实在的 中国跟台湾这两年经贸也没有怎么合作 那台湾也在发展呢 那什么叫依靠你才能发展 依靠你才能享受 这什么谬论呢 以目前的这些小朋友 请你们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 以中国为中心 搞得好像这个宇宙是以中国为中心 我们的这个星球 地球是围绕着中国转 不要再这么荒谬了好不好 互相尊重 平等的交流 你今天只要翻墙出来了 逃脱了这个网络审查的政策 你都能够来到这个自由的浏览 这个世界的网络 你就更应该用一个包容 平等的尊重的心态 可能有些言论OK 你现在可能是还是不能够接受 觉得诶骂政府 你是不能接受的 那你可以慢慢的去了解 你更不应该用一个 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的 没有任何逻辑的思维 去跟别人台湾人 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去交流 你这样反而不会帮到中国的形象 反而是在给国外境外势力递刀子 我相信你只要以一个友好的心态 跟台湾人交流 台湾人是很乐意去跟你交流的 而且你们很有可能 成为两岸的一个友谊的代表 你们甚至可以成为朋友 都是没有这样的关系的 因为过去我也是小粉红 我也是慢慢的有一个过程 我甚至跟很多台湾朋友 不管是统派还是独派 都能成为好朋友 台湾人民呢就是这样的 非常的友善 因为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多元 友善包容的社会 所以我希望这个小粉红 你可以以一个尊重的态度 翻墙之后跟大家聊天 你来留言 还有一些聊人说什么山留言 完全没有删留言 你知道为什么有些留言 你一贴出去就不见了吗 因为很有可能 你的留言里面充满了大量的偏见 跟谩骂还有脏字 这些都违反了YouTube的社群规范 是由系统自动判定的 我相信跟我一样 很多创作者 根本就没有这个闲攻凤去删你的留言 不管台独怎么豪狠 中国台湾企业还是为国争光 因为你们压根就排不上名 我们这里的名单写得很清楚 是国家排名 台湾作为中国一省 自然算进国内 台气为国争光 是不是台湾人玻璃心又碎了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时候 是一个沉睡的人 对着一个醒着的人说 你醒一醒吧 明明是你自己沉睡了 你却要去说 我们醒着的人要醒一醒 这是多么的荒谬 2023年了 你们还要翻墙上网 请问台湾人民要用VPN翻墙上网吗 不需要吧 资讯是开放的 网络是自由的 言论也是自由的 到底谁该醒一醒 你们应该要值得反省一下 把台积电的63家台湾企业 列入了中国500强的排行榜 台积电是以台币12.8兆的价值取代的腾讯 成为所谓中国价值最高民营企业 那最近这几天我也陆续收到了一些email 包括来自instagram的私讯等等渠道 向我投稿说 中国大陆最近开始秋后送账 那因为前段时间中国的白纸革命 很多的学生当时都招补了 那最近呢 持续的还有一些没有被抓捕的学生被警方传唤 我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有这样的一个管道 我就希望尽我自己我的微博之力 将他公之于众 大家好 我是芝心 现在我委托我的一些朋友 在我被失踪后把这一段视频公之于众 也就是说当大家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被警察带走了 就像我的其他几位朋友一样 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 10月27日 也就是在乌鲁木齐火灾发生之后 我和几位朋友看到了北京亮马河悼念同胞的信息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加入了当晚在亮马河悼念的人群当中 但是在29日凌晨开始 警察陆续以传唤的名义带走了我们 我和我们一行当中的几位朋友 都在当地的骗区派出所待了24小时左右 而且也接受了警察的教育 警察当时已经认定我们无罪并予以释放 但是在我们以为事情即将要结束的时候 12月28日 警察陆续以刑事拘捕的名义 将我们几位朋友悄无声息地带走了 他们在拘捕令上被要求签名时 罪名栏是空白的 警方也拒绝告知他们的关押地点 时间和罪名 在我录下这段视频时 我们已经有四位朋友在不被通知的情况下 被上门带走 包括远禁 杨流 灯灯 斯奇 如今我们的母亲不得不在一片混乱的疫情当中 为我们奔波 他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被带走 以及关押在什么地方 现在也快过年了 我相信他们的家人也在家里面等待着他们 今天我能做的也是借助我这个小小的平台 希望能够更多人能够关注这件事情 也希望各界社会能够持续地关注这件事情 分享这则讯息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件事情 也希望他们的家人能够尽快地跟他们团聚 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温和的手段 人性化的手段去处理这件事情 将他们都释放吧 谢谢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助频道